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0年的3月30 我们聊聊检测 先说说中国这方面的情况 这两天新闻比较多 这两天从西班牙捷克土耳其 都传出了中国的那种病毒检测的试剂和准确度不高的问题 这里边确实他关乎着中国的国际形象 首先是捷克在周二 他的媒体做了一个报道 说捷克从中国买了15万套快速的试剂盒 结果他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他们认为有八成的产品不合格 最后没办法只能放弃 最后捷克这两天又找不到别的办法 只能又退回到原来最慢的那个实验室的检测的方法 这是捷克 西班牙呢紧跟着也做了一个报道 西班牙的多家医院在这使用中发现 从中国购买的这个快速的测试盒 准确率过低 正确率只有30% 西班牙医疗当局呢 听说这个事以后就立刻对这批测试盒呢 做了一个抽查 结果证实了医生们的判断 发现了检测的结果不稳定 他们决定把这一批货退货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你想现在对西班牙来讲什么档口啊 最紧急的时刻 结果在这方面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 你想当时啊西班牙的舆论 一时就沸腾 当时呢中国驻西班牙的大使馆 在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做了一个声明 就说呢当时卖出来这批试剂盒的 是深圳的益瑞生物 是这家公司 该公司呢并不在中国商务部 向西班牙提供医疗设备销售企业的名单中 同时也没有获得中国国家医药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那个销售许可 他是这么认为 当然呢这个益瑞生物呢也做了一些解释 就说西班牙的你这些医生护士们 在采样和取样的过程中 没有严格按照我的操作说明 来做那个鼻咽深处的那个采样 所以说呢导致这个样本的准确度下降 他做了一些解释 捷克这个事呢 结果在周五中国驻捷克的大使馆的发言人也做了一些澄清 跟益瑞生物说的差不多 指责捷克的使用方法不当 导致了准确率降低 结果就在前两天呢 那3月27号土耳其那边也出事 也是他们从中国买了这么一个病毒的检测的试剂 结果正确率只有30%到35% 现在土耳其政府呢已经放弃使用 又买了另外的测试剂 当然记者问那你们这个是不是和西班牙那一样啊 他说这我也不知道 我们就是反正也是从中国买的 对此呢 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质疑 你向这个西班牙大使馆发出的那个声明 说这个益瑞生物不在中国官方提供的名单上 而且他以前也没有做过测试盒 他也没有卖过这个东西 那就问了那你这个益瑞生物这次是怎么获得出口许可证的呀 另外你这个产品出口出入境的商品检验检测局是要对你进行检测的呀 这要做最后的把关的呀 那你这帮人干什么吃的呀 让一个完全的一个没有资格来销售的 人家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在疫情大爆发的弹口 你做这种事你是怎么做的 第二呢那有专家就回头看 你像中国当时的感染人数啊 有很多说法嘛 现在的通过这个这几天啊 在武汉那各大火葬场领取骨灰盒的那个死亡率 大家就回来倒推当时武汉的那个感染率确诊率 人家大概认为大概要在二三十万 有的人甚至说要在四五十万这样的区间 可是你最后的结果只有五万人 那你这个试剂盒是不是不合格跟这个也有关系 有很多人呢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回顾当时的武汉的疫情呢 应该说试剂盒或者叫测试盒这个名词 很多人都不陌生 一开始呢是测试盒不够 当时陈秋实他们刚到武汉的时候 到了医院里边 他们看啊 医生护士都抱怨 没有试剂盒 没有试剂盒 接着呢 就很多人又抱怨 试剂盒不准 大家应该还记得 有一天突然一下啊 增加了一万多 为什么呀 改变了确诊的方法 不再用试剂盒了 直接拿照CT 一看这个肺部有纤维状 有玻璃状 这就确诊了 另外呢 有的还是没有 那就直接用医生的临床经验 进行直接的诊断就可以了 不用你这个试剂盒 因为他不准 包括李文亮本身 一会儿又阳了 一会儿又阴了 好几次 实际上呢 这就都和这个试剂盒不准有关 很多人呢 应该都听过这方面的消息 现在从国外的反应中呢 应该证实了这种整个的检测手段 确实是有点不靠谱 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当然呢 这些专家里也讲啊 你像出口的这几种试剂盒呢 也不太一样 也不是一种 检测的内容也不太相同 但是在几个国家 同时爆出这样的新闻 那你不能说人家都不会用 方法不得当 都这样 这恐怕就有些勉强 你的包括你的口罩 你看荷兰整个口罩都退货了 其他的医疗器材确实也存在质量不合格的问题 最恶心的 我看在网络上有这么一个报道啊 这个卖体温剂 好像是哪个企业的 他把这体温剂做了手脚 39度一测再测36度 这老板呢 自己好像在微信圈里还颜扬得意 还在里边讲 我就故意这么弄 我就回你们 让你们去明明发烧 一检测还没发烧 反正就让你们越来越厉害就是了 还有这样的蛇蝎心肠 这中国人现在都怎么了 我也能不太明白啊 当然这和这个几种情况啊 这个是不完全一样 反正呢 这次的整个的整体形象并不好 原本的病毒检测的方式呢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从鼻子和深喉咙里边取样 这个确实是有些问题啊 这个本身有些痛苦 然后取出来以后呢 和一些试剂 来做反应 来检测你是否被感染 它里边最大的缺点呢 就是时间比较长 一开始的做法呢 要两到四天才能出结果 那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无症状者 在测试期间 我没事啊 结果呢 还到处溜达到处走动 就会造成一种额外的传染 所以是时间太长 比较慢 现在呢 世界各国现在都意识到 都知道了啊 包括前一阵有些佛系的啊 只抓后边比较重视后边的日本和英国等等 原来人家也不是不重视前面的检测 只是没有放到像韩国像美国这么重视 这几天啊 也都转过来了 应该说检测 在第一时间查到确诊病例 然后把这个确诊病例精确隔离 然后搜查他搜索他所有的传播链 谁跟他有关系 谁跟他接触过 大家就都隔离吧 所以说这个方法是整个抗疫中的重中之重 是一个最关键的措施 而第一关的这个检测 那就是后边这一切的开始 于是乎 在这个最重要的方面 现在各国就开始了一场大比拼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现在就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咱们看看这些国家的作业有多么的精彩 最早是韩国 他这早啊 他这一两个月前那就就成型了 韩国采用的这种检测的方法呢 叫RT-PCR检测的方法 他这个呢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他的准确率达到多少 95%到97% 检测的时间非常短 十几分钟 给大家介绍过 他成立了很多临时的检查站 你不用下车 你开车过去 把胳膊伸出来 他可能是做一些检测 就有点像我们买汉堡包 买肯德基 在西方国家都有啊 在中国我想也有了 直接在窗口那儿 之前order完了 直接人家给你 就大概这么个意思 但是呢出结果要等三四个小时 但每个人手机上都有那个app 三四个小时以后 人家就把这个检查你的结果 直接发在你手机上 整个过程也很快 当时韩国最早的这个检测手段 令全世界羡慕 把老川普给馋的 多次向韩国求援 给我也来点呗 当时好像啊 这个当时温在寅也说 要给美国多少多少 接下来我查到的呢 有日本 日本有一家企业叫仓房 他在3月12号宣布 他们研发并开始正式发售一款 新型的病毒的检测试剂 检测的试剂呢 他大概的方式啊 只用一滴血 15分钟就可以检测出 你是否感染了病毒 准确率多少 95% 具体的操作呢 就是在试剂 它也是个试剂盒 有一个凹槽 把你这血从手指上 取来一滴血 然后他流下去和那个检测试剂融合 如果是阳性的话 那15分钟 他这个就会变成红色 那你甭说了 你就是阳性 如果没有 你就没事 15分钟 我看到的结果呢 日本的这家仓房 这家公司非常仗义 他们突破了以后 立刻就把这个手段 分享给了中国 现在仓房的中方合作公司 在中国已经开始批量生产 了不起啊 不过在这儿 要给大家补一个新闻 一滴血15分钟 钟南山指导 研发出快速检测试剂盒 是大陆的新闻 来吧 咱们接下来说德国 德国的Boss公司啊 很多人其实都买过 他的产品 他什么都做啊 家具冰箱 他这个像三星那样的 一个非常庞大的公司 德国的这个博士公司 3月26号宣布 他们研发出了一种检测手段 对那个整个遗传病毒的物质 进行检测 全自动过程 从取样到出结果 不到两个半小时 他们的准确率是多少呢 超过了95% 这个Boss公司呢 他发明了一种快速的检测仪 这个已经得到了世卫组织的 质量认证 认为达到了世卫组织的质量的标准 这个呢 我看了看他这个啊 就是一个 稍微大点的一个收音机 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啊 就这么一个快速的检测仪器 这样呢下边的诊所各方面就都可以采用 准确率很高 但是稍微慢了一点 两个半小时 最后呢 就是美国 刚才大家看了啊 这个检测手段变得越来越简单 时间越来越短 速度越来越快 成本越来越低 一开始的那种最原始的那个检测 在美国的朋友应该一开始都有印象 应该听到过这方面的新闻 那个检测时间又长 而且据说那费用要两三千美元啊 等等的吧 这个还还挺贵的 现在这个早呢 早是过去世 据美国FDA啊 这个呢 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最新批准了一款 关于病毒的快速的检测方法 13分钟之内就可以拿到这个感染的确切结果 这是谁干的 美国的伊利诺伊州 有一个医疗保健公司 叫艾伯特 来包尔锤 叫艾伯特 来包尔锤公司 就叫艾伯特实验室吧 这是这么一家保健公司 他们干的 他们这个检测方法呢 实际上在五分钟内就可以得到你阳性的结果 这个快 阴性结果呢 要等13分钟 这个阴性结果反正慢 最长13分钟 除了快速之外 方便 他现在呢 在医院以外 你比如现在检测都要跑到大医院 现在不 在医生的诊所和急诊所 都可以使用 这个便携式的检测仪呢 我看了一下他那照片 他说只有6.6磅重 和一个toaster和一个烤面包机一样大小 做一些简单的培训 直接翻发给下面的加一 分发给下面的诊所 就可以马上进行检测 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整个公司的总裁就讲 便携式分子测试仪 增加了美国快速测试的能力 这家公司了不得 下周他们要生产多少 五万台 他们要下周就交五万台 紧接着另一组人马也有激动人心的消息 一项有纽约的医学研究人员 他们找到了一种 刚才说鉴别阴性阳性 这个是肯定有了 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寻找病毒抗体的方法 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使那种几乎停摆的美国社会 尽快的恢复正常 这是谁呢 是纽约曼哈顿西奈山医学院的一个病毒学家 叫弗洛里安·克拉默 他领导的这个团队发现了这种检测的方法 不但能快速的检测出你是阴性还是阳性 还能够检测出你体内是否具有这种病毒的抗体 这种人可能只有轻壮或者是没有症状 克拉默当时跟记者讲 说这一个检测的方式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 谁可以让这个国家恢复正常 具有免疫力的这批人 是可以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重启一切的第一批人 通过我这个检测一批就可以回去一批 你就正常了 川普呢现在来回改嘛 原来本来说到复活节 美国就正常了 现在一看不可能嘛 现在他把时间推到了四月底 现在大家就都在等着这个因为现在四月底了嘛 这个时间就从容了 看看这个能不能啊 有的人你比如说通过了这个检测身体有抗体了 你就出去呗你就不用再封城了 你那个川普说的这个整个联邦啊 大部分地区封到四月底 这个就不用了 结果有一些专家呢就研究了克拉默他们这个做法 认为还是很有道理的 认为这个没问题 说这个测试的方法最大的功能 就是不需要封城 如果检测结果你过了 说明你身上有抗体 你有免疫能力了 你可以上班上学 该干啥干啥的了 也不必再关学校不必再关公司了 所有抗体的人都可以上班了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检测方法非常简单 也很便宜 一滴血15分钟 可以大量的进行检测 现在全没有数家的实验室和公司 正在日夜兼程感知这种血液的测试剂 这事儿也轰动 英国的路透社也做了报道 说这种测试便宜简单 只需要在手指上扎一滴血 10到15分钟拿到结果 你就自由了 我有抗体了 所以说看到各国交出的这些精彩的作业 就在这几天的时间 我相信又会有朋友问 那中国的那些科研机构 整个从大爆发到现在 已经两三个月的时间了 这些人在干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听到这些人 在刚才说的这些方面 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呢 有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 名字叫分离新冠毒株后 中国69家实验室 为何陷入到了沉默 一开始呢 中国是首先分离出了这个新冠毒株 搞清楚它的基因序列等等的吧 然后呢 上交到了世卫组织 然后交给了全世界 大家一块分享 这应该是上海的那家实验室啊 这是一开始确实给全世界做了一个贡献 但是从那以后 中国的69家P3实验室以上的实验室 就陷入到了沉默 这个文章很长 里边的内容也很多 也很深入 写的也很实在 这里边为什么集体陷入了沉默 这里边说的原因各方面都比较清楚 大家自己去读一下 分离新冠毒株后 中国69家实验室为何陷入沉默 一搜就能找到 它的基本观点 就说呢 国内本就数量缺乏基础薄弱的这些P3实验室 69家里面只有十几家获批进行这个新冠病毒的实验 而且这些实验室各自为战 缺乏信息共享 结论 最后这些实验室为中国和世界的防疫抗疫几乎没有任何的贡献 这是中国的专家自己反思自己的尖端的69家实验室 为什么在这段时间没有干出刚才世界各国科学家们取得的这些突破 看了刚才世界各国的检测手段方面的科技的大比拼 特别是最后美国的最后的突破 应该说呢 人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已经对这个病毒有了这么深入的了解 从它的传染机理上 从整个的病理上 在人身身上的各种的特点上 都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 最后呢 说两句感慨 说到美国呢 大家都知道当年的一战和二战 最后都是因为美国的加入 最终终结了那些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 这次呢 病毒凶猛 现在已经有200个国家沦陷 严格讲 这也算得上是一场世界级的大战 以前看科幻片 来外星人了 或者来病毒了 整个人类面对威胁 那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可能没有那些科幻片那么夸张 但是 你上意大利 上武汉 上那个西班牙 上纽约 你到哪转转去 你到医院里看看去 那惨烈的景象 和那些科幻片应该说有一拼 和以前的一战二战一样 美国的反应呢 也特别接近 一开始呢 没我什么事 隔岸关火 好像有点还在一边看热闹 指手画脚的意思 等到最后 这战火烧到自己了 自己无法置身事外 最后甚至演变成 自己变成了最后的主战场 最后美国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 才开始运转 这时候大家能看得到 美国在各方面的那种 深不见底的潜力爆发 他的能力 大家见识到 当年三本五十六 偷袭完珍珠港成功之后 他没有那种成功的喜悦 当时他心有余悸的 和参谋们说了一句话 叫我恐怕已经唤醒了 一个沉睡的巨人 此刻他整怒不可遏 这是三本五十六 在取得空前大胜之后 在作战时里和参谋们说的一句话 因为他在日本 他在美国当过驻美武官 他非常了解美国人 我想现在这个病毒 正在做着和当年三本五十六 所干的同样的一件事 现在整个美国已经被唤醒了 他的科研能力财力 已经各方面诸如制度等等 各方面的优势将集中的爆发出来 现在我就可以想象 根据他以前在历史上的这些经验 我认为疫苗在短期内被攻破 是可以预见的 我个人认为 你像以前有很多科学家都悲观的讲 这病毒恐怕要永远的存在下去了 拿他没招 人类只能学会与之共存了 只能去适应他 很多科学家都有这样悲观的说法 包括上海的那位著名的张文宏医生也讲 现在没办法 没药啊 没招啊 阻挡不了他的这个流传 十月份他担心中国会再次爆发 然后到明年的冬天 这个病毒会再次大规模的卷土重来 这是张医生的一个悲观的判断 但这次呢 我相信这次美国最后被沦陷 然后美国现在变成了世界第一 成为了现在的重灾区 我认为这件事呢 对全人类来讲 反而来得好 这能激发美国的权力的投入 反而能真正的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的这些悲观的想法将很快就会被改写 我认为人类最后战胜病毒的入侵 因为美国最后的权力的投入 我认为到他最后时刻参战 而且倾其全力来攻击这个病毒的话 我认为整个战役 在三四个月内 我认为将会有决定性的胜利 就看这几天搞这个试剂盒 人家这种科技的能力 我不知道从哪就突然生起了这么一种 令人兴奋的信心 我认为正是因为有美国权力的投入 在拯救他自身的同时 也会同时拯救全世界 以上的就是我乐观的估计和判断 我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意见 请大家在留言区里面留言 我们大家一块交流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